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 很欢迎你播时间收看这个节目 我前礼拜有在介绍这个安比特医师 他在照顾台湾这九回青年来 他的辛苦比对他学习 很多医疗团队的工作者 特别是他有要求是半十八回 还有罗马尼的拼音 这个八月日我们说的 其实罗马尼就是说 用拼音的方式 而删除我们想不说的 就是说要有文字 还有有好的信用作帝帝 安比特医生有分年不少的医生 几十个医生 四季在台湾各所 他都有科区 日本中特区的科区 提到一集的医疏 这叫做删除医生 其中有一个人结出医生 叫做删罗营医生 删罗营医生 他是家里人出世在一百五九年 他的老婆叫做删罗营 删罗营生是一个很成功的生理人 探很多钱 后来有一次看见辛苦 很没合适 开很多钱 四季去找医生看病 其实那时候的医生就是汉医 还是我们在说 有时候也就去苗林 找生命 问生命 只开很多辛苦 哪来哪没合适 有人给他介绍 你能去台南找岸壁医生 他真的就想办法 在他的孩子 担罗营医生 在台南找岸壁医生 岸壁医生 一个看就让他要把他精断 特别在大家看边 很上次跟他说 他的辛苦是什么问题 岸壁医生有发现 特别背变这个 丹玛基老生死来 就是他的怕日 丹玥医 都会很上次的疼 不但上次的疼 因为他又有 讨过日本工学校的学 有时候自己会 用日本做计合 经过没有多久 丹玛基生死 辛苦得到以后 他又带他整个家庭 开始来信亚朔 因为他整个家庭信亚朔 所以整个岸壁医生的信心 所以有一次 这个岸壁医生的 刁钢 早来到自己 去拜 丹玛基老生死 丹玛基生死 你这样说 说你的子 丹玛基生 丹玛基生死 丹玛基生死 我感觉 他很适合 来做一个医疗 服务工作者 你现在信亚朔 我将你的子 丹玛基生 丹玛基生 丹玛基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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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政府的檢定科技 還提到限定他的資料 那以前已經在家裡開便宜 所以日本的政府不斷派去 其他的地方就讓他在我來便宜 在那裡繼續他的醫療服務的工作 我們都用醫師聽說是家裡室 頭一個太過程醫療現代訓練出來的醫生 他開設英安董 英就是他的名字 英就是平安的安 英安董白衣 他開設英安董白衣 就讓人真悉悉 白人哪來哪坐 他真的對於安比德醫師的生活 比內受影響很大 這個影響很大 就是對宋鄉艱苦的人 那種的疼痛很特別 所以彈好他醫生 在他最醫生的中間 他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很喜歡春秋幫人 一叫空數年和一叫空六年 這樣前後三年 在我們台灣有發生兩邊的大地黨 這兩邊的大地黨都很參重 彈好他先出很多錢 幫助那些財民 不然幫助財民 他又出很多錢 來做財庫重點的工作 所以日本的總統府 就想他一個屬心的中正 他當他到家裡開辦醫療 我有說過他的老爸 但媽去他帶整個會的人 農宗信亞蘇 因為農宗信亞蘇 所以他回去到家裡 他們都會去當時 家裡就已經有日本人開設 上了會開設在那裡的禮拜 後來日本人家裡 又有開一間禮拜 他回去在家裡的 家裡的基督教會 在那裡參與禮拜 後來那間教會 因為日本政府的 土地中華價位 家裡是 那時候的家裡是 有中心做渡市價位 原因就是有阿里山 那裡的廚木材 日本人 這次在家裡的很多 所以這個家裡是 就是定性價位 在這個定性價位 中間禮拜等的地方 就不會掉 因為那個價位 開到路就不會掉 不會掉呢 但後應醫師就 跟教會說來 他的家住會 這樣就可以想想 他的家 他的家 就是今天在家裡的 行中間的地方 很大間 大家在那裡煮火 這樣通常在那裡煮火 禮拜日在那裡煮火 普通是在那裡煮火 還不只是這樣去煮火 他又有提供促車 讓團隊這麼大 總共有十二年的時間 十二年之後 這個家裡的教會 有起新的禮拜 等 這半島回去 在禮拜等 在那煮火 我們可以看出 彈路營先生 他是對教育很重 所以他覺得 新的禮拜等 要有空間 就可以來辦什麼 辦幼日圈 我們說的幼日圈 就是今天說的幼地圈 這幼地圈就是今天 在那裡煮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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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去不是只有他想当时 任天堂生死 罗粥丹佛营生死 就在六港的孤権营生死 这样有三四人做会出籍 就去这间中坳 这间中坳就是台中中坳 台中中坳后来去日本政府 把他政修 有很多日本人在设计的中坳 这后来就是我们今天 很熟悉的叫做台中一中 如果有机会去台中一中 你就看到这间学校創校的时候 这些出籍去学校 学校的創設者里面 就看到任天堂 丹佛营 郭显营 这些人的名字放在那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出丹佛营书 义生义对教育的中事 我们先讲到这些学校 再来继续 我刚才有说丹佛营书 他因为老白丹佛营书 揣几个会训丹佛营 爱歌地 安比得以前的生活比 正后五年的时间 那个基督教信用的爹地真沉 所以回去到家里的时尊 我们就帮侦家里的教会的发展 不但丹佛营书 买到家里的拜登 出很多字 有一些他也听到说 什麼說在家裡六萬傘 六萬傘就是我們今天在說六萬 過去叫做六萬傘 在那裡有一個家庭 這個家庭就是工台瓶的家庭 說經常有鬼子在他們家裡面 後來彈老營以前一個宅 剛才有家裡的歡迎裡面有一個孫季冠 這個孫季冠昨天去六萬傘 在那裡做案例調查的時候聽到工台瓶 他的家庭有腦袋 他也是家裡教會的會友 所以他就去探訪工台瓶的家庭 然後跟工台瓶就來信雅蘇就對六萬傘 跟他帶來在家裡教會的祖父 在祖父中間那個時候是在彈老營 遺書的家庭 所以在那裡就跟彈老營遺書食材 但是很粗味 這個工台瓶一個來信雅蘇之後 他的家庭就不再鬧鬼子的事情出現 這個很深色 彈老營遺書家庭說本來有幾個 現在幾個就走掉 所以就叫他的朋友 名叫做小文潔 兩個人就很感動 都發自信雅蘇 所以就對六萬傘 每禮拜走路走來到家裡 所以天不亂就開始走路來到家裡 在彈老營遺書家庭在那裡做禮拜 之後才再回去 這樣就要整個路走路就走很遠 有一次他們兩個人就跟彈老營遺書說 他們很愛六萬傘的地方 很多人信雅蘇 所以是不是可以在那個地方 來去一間禮拜等 可以我們來找很多人 但我已經疑似一下聽 很高興就走到六萬傘 在那裡找地方去禮拜等 其實錢就是都他出 晚上他出他就在拜託新學校台南新學校 派團到這裡去團福音 六萬傘的交會就是這樣來開始 時間就是一九一一年 所以對一九空氣到一九一一年 四年的時間六萬傘的交會就這樣起床起來 我們就可以看出這叫做今天的六萬傘的交會 可以對這裡看到彈老營遺書對團福音很認真 在醫療工作他很實在 我常說的一個觀念就是 教育才是讓人免得送鄉的一個很重要的路徑 所以在彈老營遺書的照片 他感覺推動夠悠 讓小孩去託車是很要緊 這對心人看得出來 就是說加二次也有一個超多人 這些比較老一輩 大家聽過的人叫做路萬傘遺書 路萬傘遺書 他的老婆 他的老婆也做路雲手 他的老婆路雲手 這段路萬傘遺書在小孩的時候 他的老婆破壁來過世了 他的老婆為了要用這個彈老營遺書的醫療費用 還要依給當舊的錢 所以差不多結費不完之後 不像路萬傘遺書在生股比 他有生兩個兒子 一個就是路萬傘 一個叫路伯 女婦就是路伯 所以彈老營遺書一個聽到說路萬傘過世了 他的老婆就要去賣財 他的老婆做老人 老人就要賣財 去行政務 他頭一個聽到 他就跟老人流行說 醫療費用隆重不需要 你可以將你的家做人 你帶你的兩個兒子來我的房子 他這樣說就是彈老營 醫生他的房子很大間 我有說當時自己交回 就是在他的房子 那些人很多 你可以發現他還要提供 提供縮寫給牧師大間 所以他的房子很大間 自己交回的一個盤子 回他的房子 他的房子空間很多 他跟老人流行說 你不怕什麼人來帶我家 大家做活生活 做活吃飯 你的房子做人 你就辛苦比有社會 也擁有你的驚人 彈老營遺書就是這樣的人 很感動的人 不然這個孩子 在老營遺書中大過程 所有的註冊子就是他給他支付 然後他跟老營遺書說 你最好的就是百貨去做一個團隊 所以他特工學後比喻 他就打算去中營中學特色 他跟比喻的時候 他就說你能去特新郎 他所有的職業給你付席 他真的就帶他去科新郎 他們的事 台南新郎的議長跟他說 老營遺書他的女婚太年輕 不適合 所以就在等幾年 在那個時候叫他再等兩年 但老營遺書就跟他說 沒有你去科台北醫學校 因為他的性質很好 科就台北醫學校 這就是老營遺書的背景 要讀台北醫學校的時候 所有註冊生外的費用 都是彈老營來支付 所以彈老營是一個很關心 教育的人 後來老營遺書 對醫學後比喻就 回去在水上開門 他也是投入醫療服務的工作 這個醫療服務裡面 他也是很積極的關心 團福音的事情 後來他在水上一段時間後 他就去台北醫學校 那時候已經改做 帝國大學 台北帝國大學的醫行 他在那裡採取 也是我們台灣投一個本土 台北帝國大學的醫行 他背後出來投一個醫學博士 就是老營遺書 後來他就在嘉義 開設北營中路教會 跟幫助美國的選告書 帝國大學的醫學 開設嘉義 他就告白他 令這個可以用更長的時間 來介紹老闆遺書 這就是什麼人 按比特醫生 訓練出的這些案 第一 在彈老營遺書 你看 在醫療 在團福音的工作 開設教會 然後老闆遺書 就是在彈老營 名叫做飯店 這個飯店流書 是一個長官夫人人 他從這個長官夫人人 跟他帶來 這個長官夫人人飯店流書 他開始有生 他有生一個子 叫丹針 這個丹針 他的老闆那邊的家族 不愛讓他讀書 叫他做工 所以這個丹老營遺書 一聽到 就拿一筆錢 去給這個飯店 那個 政府那邊的家族 跟他起來 跟他買來 跟他買來 跟丹針買來 買來就背後 他托車 後來這個丹針 大小的時候 也是一樣 同樣 他用藥帶的丹針 大家人人都很出名 的醫生 後來飯店過生 後來的時候 他又再帶另外一個母 這個母名叫做 臨我爐士 臨我爐士 有生幾年 孩子 他整個都把他帶來 很出的家庭 會丹針 以後 日本 這個臨我爐士 跟前 那個政府 有生一個子 叫做 鄭舊賓 後來鄭舊賓 就讀書 中英 中合併後 他就送去 日本讀書 在日本讀書 的中間 去買一個 丹針 入書 丹針 這個丹針 入書 也是在日本 在讀書 後來夫婦 兩個人 回來 他們的驚禦 都很結束 其中 有一個 叫做 鄭舊賓 這樣也是很多 台台 以北里科 的教授 這就是 丹露營 身心很特別的地方 他帶兩個 鄉後 帶兩個 鄉官夫人 這些鄉官夫人 的兒子 他都叫來 做兒子 在他的家庭 就叫這兒子 出席的 順序 來拜列 叫年會 來拜 每日 才起 晚上 都要做家庭禮拜 每日才起 晚上 要家庭禮拜 晚上 那兒子 大家都要 讀老媽 他的性經 如果不效 他的要求 老母 要注意這個事情 所以 他在他的家庭 如果送鄉人 他如果聽到 他的利用家庭 禮拜 很多 這個家庭 一個領域的開月 大家可以在禮拜 然後 讓他知道 他們沒聽到 什麼人的家庭 艱苦 但我可以 醫師去看家庭 有時候 他會跟家庭說 沒關係 你們都帶帶來 住我的家庭 大家 如果減吃一口飯 大家都不會餓到 減吃一口飯 大家都有飯吃 吃家庭 減吃一口飯 大家有飯吃 所以 他收留很多家庭 去住他的家庭 他的家庭很大 大家有很多房間 這樣一口走一口走 真心想 這就是 但我用醫師 擁有很多家庭 大家就這樣 在他的家庭 對醫生也說 他盡量都給這些孩子 去讀醫學 他出現很多醫生 在美國 在加拿大 在台灣 很多地方 都是跟 彈好營 醫師 他的家庭 在那裡 生活中大 受他在牌 用獄出來 他一直到 19300年 就是他80歲 的時候 來耍世間的日子 這樣我們可以看出 他是一個很有理念 一個很結出的醫生 也很痛苦 送鄉 艱苦的家庭 也對社會 救災 很出大手 不會擁有的工作 很大路的醫生 很感謝你 百時間收看這個節目 平安